演出、排练、艺术培训 从2018年加入重庆民族乐团至今 陈品诚获得充实而愉快 作为乐团目前唯一的台籍演奏员 他坚定扎根大路 为民族音乐的传承贡献自己的力量 陈品诚1996年生于台北 自幼学习乐器并逐渐爱上民族音乐 他在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国音乐学系 双主修大提琴与低音提琴 2018年作为专业佼佼者 他被重庆民族乐团签约引进 小时候拉大提琴的 然后后来长大 大一点到初中的时候进了乐团 然后发现有低音提琴这个乐器 然后就对他比较有兴趣 然后就开始去自己摸索 然后等到上大学之后就开始跟老师学习 然后就开始一直在学习低音提琴 要毕业的时候刚好就是这边乐团有在招聘 然后就想说可以尝试一下 然后就过来了这样子 陈品诚对重庆的出印象 来自于作曲家王丹宏创作的 民族馆弦乐《太阳颂》 极具东方色彩的曲风 让他对重庆这个中国西部唯一直辖市 充满好奇和期待 五年来陈品诚认识了不少重庆朋友 会讲当地方言 也很喜欢目前的工作和生活 因为工作的缘故 陈品诚经常到重庆客区县去演出 他粗略算了一下足迹已遍布重庆约一半的曲线 无论是气势辉红的演奏厅还是青山绿水的乡野 陈品诚珍惜享受每一次的演出机会 因为重庆民乐团是重庆市的一个唯一的一个民主乐团 也是政府下面的 所以就是很多活动下乡公益的那些都要演 然后也都要做 据陈品诚介绍 低音提琴是提琴家族中体积最大 发音最低的弓弦乐器 作为乐队中最为深沉的低声部 他浑厚低沉的音色深化了乐队旋律的对比 也丰富了作品的情感 使作品更具表现力与感染力 而目前在重庆 低音提琴专业演奏者非常少 为了让更多人认识低音提琴 陈品诚在重庆民族乐团的组织下 到多所中小学校授课 教大家拉低音提琴 低音提琴在重庆的话 学习的人数绝对比不上其他的乐器 一个乐团里面其实很需要一个低音 就是要有高中低这三个声部才会和谐 陈品诚表示 未来他将继续在民族音乐领域深耕 他希望两岸学习音乐的年轻人 能够多交流 共同为民族音乐发展和传承 贡献一份力量